想要买卖组屋吗? 您可以先参考我们这一份指南。 第一步,做好功课。 在您找到了心仪的组屋或找到有兴趣的买家之后, 您应该先查询附近一带组屋的最新成交价格。 如果想要查询每日更新的转售组屋交易价格, 您可以登陆www.hdb.gov.sg。 选择转售组屋价格电子服务功能之后, 您可以依照组屋类型、转售价格或转售申请注册日期来缩小搜索范围。 您也可以使用统一地图搜索服务, 查询同一座组屋或500公尺范围以内的转售组屋交易价格。 第二步,洽谈溢价。 在买卖双方同一组屋单位的转售价之后, 卖家将发给买家简称为OTP的选购权书。 买家过后必须支付给卖家借于1元到1000元之间的选购费。 第三步,估价及贷款。 买家会有21天来行使选购权。 首先,买家在下一个工作日向建屋发展局申请索取一份估价报告。 接下来,建屋局的估价师将在4个工作日以内前往检查组屋单位。 按照一般情况,估价师检查组屋单位之后的7天到10天, 便会通知买家组屋单位的估价。 最后,买家可以使用估价报告向建屋局或银行申请贷款。 最后一步,买家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要行使选购权购买组屋单位, 又或者让OTP失效,放弃交易。 这些改变会有什么影响? 这有助于我们把交点从现金溢价拉回到组屋的总价格上。 长远来说,也能够稳定组屋价格。 这对买卖双方都有好处。